1978年新疆女知青蒋爱珍手持枪支神色平静地走进了医院 她对着三名院领导大喊一声 去死吧 随着砰砰砰三声枪响三人当场死亡 案发后女知青被判死刑 没想到就在蒋爱珍被判刑后 全国老百姓都来为其请愿 就连人民日报都为其发声 那么蒋爱珍与三人有什么深仇大恨 她最终的结果又如何呢 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 16岁便跟着哥哥到新疆参加工作 因为肯吃苦工作尽头足 她很快被推荐到144团医院担任护士 在此期间 她凭借出色的表现不仅入了党 还被升任为医院的党支部书记 然而年纪轻轻就平步青云的她 反而遭到了同事的嫉妒 更为日后被诬陷埋下伏笔 当时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叫张国正 恰巧是蒋爱珍哥哥的战友 于是哥哥便拜托战友帮忙照顾蒋爱珍 两人也因此走得近了些 但却被嫉妒她的同事诬陷 说两人乱搞男女关系 还将这件事传得人尽皆知 不仅如此 对方还策划了一场阴谋 1978年春节 蒋爱珍申请了回老家探亲 临走的前一天 张国正和另一位同事 一同前往蒋爱珍住处 为其送行并叮嘱其注意安全 李佩华误以为两人是在约会 于是等张国正走后 三人故意让一名护士将蒋爱珍支走 随后潜入其房间寻找证据 没想却一无所获 还被回来的蒋爱珍发现 被冒犯的蒋爱珍赶紧叫来了张国正和另外两个同事 可反而被对方反咬一口 说他和张国正在偷情 他们是来捉奸的 就这样 谣言愈演愈恶劣 愿领导知道后 不仅暂停了张国正的一切职务 蒋爱珍也被关了起来 李佩华 谢世平 中秋三人更是在医院的批斗会上捏造事实作伪证 尽管蒋爱珍极力辩解 但各种难听和侮辱的话依旧铺天盖地的袭来 甚至有人让他脱光了衣服以证清白 蒋爱珍被黄瑶折磨得几近崩溃 只想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1978年8月28日 蒋爱珍留下一封遗书后 重进医院枪杀了李佩华 中秋 以及他们的帮凶李佩华的妻子戴舒芝 他正打算杀第三个仇人时 警察赶到了 大仇得报的蒋爱珍也选择了束手就擒 很快 蒋爱珍因为罪行重大被判死刑 就在这时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报道 上面详细描述了蒋爱珍的遭遇 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一时间 人们纷纷为这个女知青抱不平 来自全国各地上万封请愿信 如同雪花一样寄到人民日报和法院 最终 蒋爱珍以死刑改判为无期 又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在狱中因为表现良好获得减刑 仅在监狱待了六年就被释放了 那么 对于这个结果 您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